东区商圈竞争以下非常的激烈 租金也很贵 现在就连有41年历史的永福楼 也决定要结束营业 最后一天营业时间就是2月24号 喂 永福楼你好 主打江浙菜主要店面为2楼和3楼 加起来面积将近400平 即使已经是知名老店 却因为高房租成为歇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房仲业者以当地行情价评估 永福楼一楼入口和2 3楼加起来 每月租金大约150万 他觉得我们现在租金可能对他来说还是太便宜 他也曾经提过说 希望可以再调涨一些漫长协调过程当中 我们无法达成共识 所以就很遗憾的在2月24号 决定是营业的最后一天 房东不愿降价反而还想涨价 现在身份也曝光 根据了解是一名零性房东 在整个东区拥有超过时间店面 保守估计光是每月租金收入就高达千万元 加上他取得店面时间走 有些甚至超过30年 因此不怕闲置 就是为了维持租金水平 但是以餐营业来说 租金大约占总一业额一成 假设月租金为150万 单月营业额必须突破千万元 对餐厅压力非常大 其实包括永福楼旁边一楼店面 过去也曾经是美妆店SASA和普京小铺的店面 同样因为租金压力出走 去年下半年求租 开出租金322万元 却罚人问机 因为房东早就取得店面 完全不怕空租 只是这样的高租金 恐怕会成为店家歇业的恶性循环 多许为徐宏记化线 台北三报道